日本陆上自卫队V22鱼鹰型运输机 最近首度在冲绳线内飞行 两度飞抵石渊岛的新石渊机场 执行后送商兵等演练 日本陆上自卫队粤州和美军陆战队 展开大规模联合训练 地点包括九州冲绳和北海道等地 演习到十月底 双方总计投入约6400名兵力参与 这次联合训练取名为 坚毅之龙 着重离岛防卫 美军首次在直渊岛展开兵力 并和日方确认一旦有舰艇或航机 接近日本西南群岛 双方联合应对的程序 训练内容包括和登陆的 敌方部队战斗 运送商者和防卫基地等 日本媒体共同社报导 陆上自卫队干部指出 过去实施过运送商员的训练 很少对外公开 这次在冲绳投入余音高调参与 算是相当罕见 并表示在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可能性 备受关注的情况下 希望将训练的必要性传达给日本国民 这张社综合报道